在南韓 那麼南韓的外交部跟國安部表示 第四次的美韓擴大二制戰略協議 的這個會議 這個擴大二制戰略磋商 9月15號將會在首爾來舉行 那麼針對北韓的威脅 要來討論一個合作方案 我們這個部分請教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接下來這個禮拜 全世界大家最矚目的新聞 一定是金正任跟普丁徽變 在海參會那邊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在美國主導的這個 所謂的世界 大家可以 因為俄乌戰爭嘛 所以可能有非常多的靈畸 那現在美國已經 前陣子就放出消息說 俄國的彈藥都打得快打完了 是北韓在幫他補給的 所以一場俄乌戰爭 讓中國大陸北韓還有俄國 他們緊密結合 這個對很多國家來講 就這不是他們所期待的 跟美國國際所領導的方向 也不是這樣 美國國際是希望 拉中國大陸來對付俄國 或者拉俄國來對付中國大陸 應該是他的手法之一 所以金正任這一次的行動 會被很多人講 就是說這個等於說 你在這邊會讓很多人覺得說太可怕了 為什麼 因為你讓他更緊密嘛 那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些活動裡面 因為北韓最近他有一些動作 這動作就是他展現他的武器 這武器讓很多人覺得說是對 對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是都有威脅的 那當然最近你可以看到西方媒體 西方媒體說金正恩 普丁根本都是假的 那下來是不是很好笑 原來兩個碰面都是替身見替身嗎 那不是全世界最好笑的 你的替身跟我的替身在二國見面 是不是現在你看的新聞 真的就是這樣 那這個新聞看了 大家都覺得好笑 你看這普丁你看 表帶在右手都一直看左手 這個一定是假的 那金正恩 從那時候西方媒體到台灣的媒體 台灣所有利盈的媒體在講 這個金正恩就假的 包括我們的立法委員都公開講 那現在你看到的是真的還假 現在保證是真的 保證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管他 他能夠怎麼樣 他能夠去號令這些 這些飛彈或怎麼樣去晉級 或者他們兩個講的哪一個東西 都牽動到全世界 所以就是說下來的話 會讓很多人覺得說 現在北韓跟俄國這兩個 擁有核武的國家 現在要緊密結合的話 將來對西方會有怎麼樣 因為二國現在跟烏克蘭在打仗 打得是很激烈很緊張 那最近烏克蘭這邊號稱 我們有手斬後 無人機又一再的攻擊俄國 那現在俄國跟北韓有哪一些動作 其實對整個西方 尤其歐洲這邊的影響都會很大 所以接下來會怎麼樣 其實很值得觀察 是 我們可以看到呢 那在這個中二朝鮮的新動作 那9月8號是北韓國慶75週年 閱兵是這個金正恩 金正恩帶有女愛出席 那大家關注周期飛彈沒有亮相 那同時在9月9號呢 金正恩有向普丁來看到 金正恩首先是習近平 向金正恩來治了賀電 說不管國際地區形勢怎麼變化 維護好 維護好 發展好 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 那同時普丁也有向金正恩來治賀電 祝金正恩身體健康 希望朝鮮人民享受和平以及繁榮 真的假的 爛哥 不應該是真的啦 國慶日怎麼可能是假的 對啊 不其實大家關注的是 金正恩要去俄羅斯 那10月要去嘛 那你也知道在這之前 就是 現在隱席月就很緊張啊 隱席月就不知道 俄羅斯會提供給金正恩 什麼樣的軍事合作 因為俄羅斯有求於北韓 他需要傳統炮彈 那美國也下了警告 說你如果真的給俄羅斯炮彈 那烏克蘭戰場一定可以看到 因為這上面都寫韓文 那一看就知道了 那美國怎麼辦 我覺得美國 美國如果要對北韓做進一步的制裁 這個直接制裁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手上剛好有 北韓最需要的糧食 所以而且俄羅斯本來已經不用美元了 所以我們就以物易物吧 所以我就不知道 美國要怎麼去進一步制裁北韓 糧食換砲彈就是 可能就是真的是這樣啊 可能就真的這樣 真的遺物遺物啊 對 不因為以前 曾經有一家澳門的銀行 就是協助中國跟北韓做貿易 被美國制裁 對 台灣也有被制裁 對 還有一些船來回的 那美國後來用衛星 用SWIFT去抓 那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可是你看北韓還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要進一步對北韓做制裁 真的不容易啦 因為他最擔心的就是糧食 那剛好俄羅斯在這個方面 可以幫助他 那他也是人員大國啊 所以你缺人員跟糧食都不是問題 是 對不對 好 那剛剛提到了 那麼在俄烏的部分 現在德國媒體就報導了 俄烏衝衝突以來 這處在服兵役年紀的烏函男性 被禁止出境 但是呢 烏邊防軍首次公佈 兩萬人在逃亡途中被攔截 九位包俄羅斯這邊也報導 俄軍擊毀 烏克蘭第二輛挑戰者二的主戰坦克 請教將軍 我把俄烏戰爭目前狀況 跟大家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不要光接受 我們西方媒體說的 其實我覺得雙方現在來講 交戰的重點在渣波羅熱 其實渣波羅熱以前 我就軍事觀點來看的話 在開戰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戰略要地 誰能夠控制這個地方 誰就能夠獲得後續戰爭的勝利 因為紮波羅熱 它除了有核電廠 核電廠不是重點 主要是它那個地理位置 剛好是在戰線的中央 誰能夠控制中央位置 它就可以採取主動的作為 然後俄軍如果控制的話 向北它就可以擲取哈爾科夫 或甚至基輔 向南的話它就可以到達亞蘇海 那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也是一樣 它如果說控制的 紮波羅熱來講的話 它向南就可以切斷 整個俄羅斯的一個補給線 打到亞蘇海 然後打到黑海邊上 然後就可以切斷整個俄軍補給線 就是在紮波羅熱這個地方 好 那目前來講 我們就紮波羅熱來看 也確實是兩軍在這邊 是交戰最激烈的地方 然後前兩天 我從外界上面看到的新聞是說 俄軍在這個地方 烏克蘭確實在這個地方突破了 突破了這個俄羅斯的一些防線 可是它目前突破了 只突破第一道防線 然後到達蘇洛維京防線 蘇洛維京防線是俄羅斯的 第二道防線 那為什麼叫蘇洛維京呢 蘇洛維京目前來講 不曉得被放出來沒有 前陣子他跟瓦格納的那個誰 兩個是馬吉兄弟 他協助他這個派面 他很同情他 那這條防線是蘇洛維京那時候 在當指揮官的時候 他蓋了一條防線 他那時候 其實蘇洛維京就軍事來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專家 他那時候主動撤回來 把部隊撤回來 然後建立這套防線 然後確保住防線以後 後續再講是先求全軍 再求破敵 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雙方戰線在這個地方 僵持在這個地方 目前不管是北方或者南方來講 大概都沒有其他的 雙方來講都沒有其他進展 頂多就是 這邊放個兩炮 那邊放個兩炮 然後在達布洛維這邊 也是在互相爭奪 奪取 可是沒有說決定性的勝負來產生 這兩個月自從烏克蘭說要春季公事以來 到現在為止 雙方沒有看到一個決定性的一個勝敗 那我個人覺得說在這次後續來講 馬上就要快冬天了 那個地方冬天就不能打仗 我們去年都知道嘛 雙方來講冬天來就要停戰 要等到春季的時候再開始展開公事 那這場戰爭我研判到明年可能都還很難結束 那烏克蘭現在的希望寄託在美國 會支援他F-16戰機 那這個俄羅斯這邊來講的話 他就把他的這種政國大器對不對 薩爾姆車飛戰擺出來 在這邊要鎮守這個地方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場戰爭 對國跟國之間就軍事來講的話 可能還會僵持個最少 一年以上 可是就當地的老百姓來講的話 現在烏克蘭確實是很辛苦 他從16歲到60幾歲的這些男生 全部都被爭取當兵 而且這些人去了以後 事實上都沒有接受過很精良的一個訓練 雖然說美國跟歐洲國家協助他們訓練 可是美式的訓練不見得能夠適合 烏克蘭的戰場上的運用 因為美國跟歐洲他們的戰略思想 作戰思想觀念是以強大的火力 來制壓敵人以後緊接著再採取攻勢 戰車在前面攻勢 我就是用絕對的鋼鐵洪流往前面推 那現在他們用這套方式交烏克蘭 可是問題是說烏克蘭這些人 他受訓時間不夠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給你講好了 譬如說你現在F16要賣給他 我們平常開車 你就看到有些女生開車 他車子還沒發動 他與說他先動 為什麼呢 因為車子系統不一樣 像冰色車子它排檔桿是在這裡 不熟悉嘛 對 它排檔桿在這裡 那其他的德國雙B的車子 或者是日本的Toyota車子 排檔桿是在右手的那個位置 那戰機也是一樣 這個你不要看 F16以前我們都認為戰機的操縱桿桿 是在前面 兩隻腿中間在那邊晃來晃去 現在不是 它是在兩邊 它中間沒有操縱桿 像這種就是說 烏克蘭自己的空軍飛行員去練習 它這些儀器它會不會很習慣操作 它不要一緊張一作戰狀況 一發生以後一有敵情狀況 戰機對它一攻擊以後 它就忘了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這個戰爭一定還會在 僵持一年以上 目前來講雙方都沒有看到 有決定性的勝敗 好 董哥 對啊 其實將近分析都沒有錯 這個仗再打下去 可是我們現在 這兩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台灣有秋天的意味了 那歐洲會怎麼樣 歐洲天氣要開始冷了 對 而且他們這個冷起來 冷起來不得了 因為你要去禁止俄羅斯的一些人員 然後現在碰到這個情況 等於說這個惡夢又再來 對 本來一個戰爭 大家想說可能一年解決吧 對 現在打到兩年 到明年2月24就兩年 那你還有一個漫長的冬天 下大雪要來的話 這些人怎麼過日子 所以你想起來其實是很可憐 那在這種氛圍之下 當然烏克蘭現在寄望的 就是美國的F-56 那他可以從其他國家 趕快送過來 但是他們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去熟悉 怎麼樣去使用 台灣現在也在等F-56 66架 我們都已經編了3000多億的預算 要跟美國買 那這些東西 也會不會如期的來 也很難講 對 還在等啦 對 因為美國可能要假裝 先給哪一個國家 讓他去支援給烏克蘭 他是他沒有直接給 他不能直接嘛 對對對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牽動了全世界 包括好像跟我們沒關係的 台灣都有關係 都有影響 是 所以全世界大家受的影響 那是非常的技大 再連年下去的話 糧食還是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糧食很多國家 尤其非洲 很多糧食不記得 因為氣候造成了因素 所以這個連年不斷 這個下去真的不想要怎麼辦 拖下去 那這種情況就會影響到美國的嫌疾 美國嫌疾的話 如果是川普當選的話 那極面可能又不一樣 因為川普認為你拜登你是飯桶 你這事情根本不應該讓它發生 如果那時候總統是我當選 怎麼會有二物戰爭呢 是不是 他就把所有這些東西料定 那這個是到時候選戰 是一個很重大的阻鑿喔 就是說美國還要不要再花那麼多錢進去 川普都很明白 台海戰爭我們 我幾乎就不會介入這兩天的專訪 台灣做得小小的 其實他那個意涵是很大的 他意涵 我不會介入 我幹嘛介入 對不對 我介入我跟習近平要談什麼東西 我就沒有籌碼 這是他內心最主要在想像這個 那美國是由總統決定 幾乎任何事由他做決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牽動到台灣 所有的二物戰爭也牽動到我們 然後美國總統選舉也牽動到我們 那這個跟整個世界上 我們真的是被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是大家有事 台灣有事 是 所以台灣都被全世界看到了 現在蔡總統最喜歡講的 賴清德最喜歡講的 我們真的被全世界看到了 可是看到是一個怎麼樣的極緣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藉口